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算是從頭顧為民喻 歡迎收看今天走向呼籲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台北大阪表現 今天台北大阪形成一個 亮縮的一個收小小紅 收長一個四點 那畢竟我想也在這個波段 包括就是說我們從上上個禮拜 在禮拜五8月31號開始執行 就是說透過這個軟體的呈現 就是說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產生 大盤短多賣出訊號做的產生 那我們是採一個叫做出多 然後一半轉空的一個避險的操作 那延續到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禮拜五 連大盤的一個波段的 一個賣出訊號也做的產生 那當然的話 我們到目前 就是採一個叫全面性的一個避險 眷空的這個動作 那大家我想也在最近這幾天 包括在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針對目前這個盤勢就是說 在包括像昨天前天連續兩天 這個盤雖然 都還是做到像持續性的一個創低 那問題是說 在昨天跟前天 這個他帶出了一個下影線 下影線都相相之長 那當然的話代表這個低檔區 這個買盤 也做到弧線 那當然的話 我們就是說 以連續兩天連續到今天 這個盤 已經形成一個盤勢 初步的一個指紋 初步的一個指紋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波段 包括就是說 我們在前個波段上創高 到這個11,186點 然後這段這個修正一壓回 也達到500多點之多 拉回500多點 那畢竟我想我們就是說 每一趟的一個操作動作 我們希望各位 你都能夠去做到一趟叫做 根據訊號 來執行該做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這個訊號的一個呈現 我們全面性都是透過我們這套 智慧型操盤工具的一個協助 那好的工具 當然的話 針對盤勢的一個掌握 尤其說 不管是說多轉空 每一趟的這個轉折的一個重點 都能夠很輕鬆的 來協助到各位 來做到完全的一個掌握 尤其是說我們在現階段 尤其最近這半年以來 大盤的一個 他的趨勢是形成一個 大概差不多 10500點到這個11100點 在5600點的一個區間 再做個高檔震盪 那這個高檔震盪 一拉拉500點 一跌跌500點 就是說緩戶在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當然的話 各位你就說 你透過依靠這個工具的協助 來掌握住這個趨勢 多空的一個轉折 往這樣子 實際上結果 都能夠提供給各位 去創造出一個相相豐厚的獲利 那畢竟我想 最近這個Protum在今天這個盤面當中 有一個比較 小小的一個變化 就是說 包括就是說以大盤 從短多的賣出需量 在這個8月31號 11024點 11024賣點做個產生 那當然的話 我們從這一天開始 就在節目當中建議各位 出多 佈空 尤其說 針對至少一半的一個資金 你要去做到讓轉空 避險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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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今天 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過了這個一點鐘 下午一點鐘之後 在尾盤 它也產生這個短多的一個賣點 訊號 在10711點 短多賣點做到這樣 無限 這代表就是說 你在這個波段 這個台股大盤 拉回 已經獲得一個出戶直穩 那直穩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們當然就以策略面的重點 希望各位你針對在近期 這一兩個禮拜 相關眷空的一些標的 你可以依不同個股的一個 實際上的一個走勢 你去做到它陸陸續續的一個獲利回補 做到獲利回補 那近代這個盤 短動脈點的弧線之後 彈上去 那彈上去我想我們在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都有跟這個做強調 不管是說 最下方這個年線 這個比較大的壓力 其實年線或者說 矽線的一個位置點 都會是耳後反彈上去的一個 蠻沉重的一個壓力區 那這個壓力區你也無論如何 要去帶出一個叫攻擊量能 最近這段時間量都一直縮 等於說你要帶出這個攻擊量能 才能夠去做到一趟直接的客戶 那直接客戶是不是能夠如同 像前面這樣子漲大的話 到那個階段點你依然 還是要微量試問 能不能去帶出這個攻擊量能 攻擊量能 所以說 尷尬說 近期在今天這個短動脈點 做弧線的大話 各位你策略面重點 還是要採一個叫 避險眷空單 陸陸續續來做到它獲利回補 等它拉高 縫壓 再持續性 再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就以大盤這個角度 的一個避險眷空的一個動作 這真是短線 那當然是今天這短動脈點無線 那波段的部分我想 波段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 買點訊號做的產生 買點訊號還沒有做產生 那當然的話 往往以在這個波段 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依據這個買賣點這個訊號 轉折訊號的一個操作 不管是說賣點產生 波段的賣點產生 一拉回700多點 買點產生一坦坦的快接近600點 再拉回快500點 這樣就坦坦500多點 我想每一趟的這個轉折 你都能夠做到完全掌握 那你就針對它的一個訊號的部分 你去執行這個多空趨勢的一個掌握 買點無線 你是做一個買多的動作 賣點產生 你是做到它叫做粗多步空 我想每一個階段點 你踩一個叫順勢操作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都能夠提供給各位 創造出一個很不錯的獲利 當然我想我們在從上個禮拜五以來 我們針對我們在目前這個接換點 這個眷空這個動作 我們每天都跟各位強調很清楚 尤其是很多的觀眾朋友們 你只習慣做多 你不習慣去做眷空 那問題你習慣做多 相對你處在這種跌勢的一個過程當中 想必就會絕對會非常非常之辛苦 我想最大問題點還是處在 沒有去做到一趟叫做順勢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當然的話就是說 我們現期的一個眷空 目的總共就是三點 我們每天都跟各位做強調 第一個叫做什麼 你做一個順勢的一個動作的實際上結果 你先賣再買去做眷空 你隨著這個股價一個拉回 你都第一個可以來持續性 累積財戶創造你的獲利 第二個你可以避開這個修正壓回 這段的一個風險 第三個登當的話 我們不死多不死空 現階段的一個捐控是為了耳後 班多來做個準備 那班多做準備就是說 當時賣點產生 你去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實際上結果出多 你後續壓回之後 你才有更多的一個資金 而且因為股價更便宜 你可以買更多 我想這是之所以我們不斷 在這個接觸點要跟各位做強調 為什麼我們要去採一個叫順勢的 一個雙向操作的一個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三點 大話就是說 以在這個接觸點 尤其我老師 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呼應包括就是說 今天這個短多買點已經產生了 我想在近期 從禮拜二禮拜三 最近這年去兩三天 吳老師我們就說從這個上上個禮拜禮拜五 開始進入到這個 反向這個避險卷空以來 那畢竟包括我想這個6456這個GIS 甚至包括像這個4729的一個 像泰典KY 甚至包括像這個 這個5439的這個高跡 我想這些個股 我們在陸陸續續這一兩天 都已經把它去做到 讓實現這個獲利的一個動作 那像這個GIS的部分 從上個禮拜禮拜一 賣點 波段賣點產生182塊錢 一路修正 那修正我想 我們在昨天也有跟各位分享 他短多買點做個弧線 雖然今天再稍微稍微小破一點點 那問題是說 這個就是說 他已經形成一個叫 不建議各位去做追空 不要去做追空 窮扣墨追 你該回補的一個 一個時間點 你要去採一個叫獲利的回補 短短一個多禮拜 45塊錢的一個價差 空一張六就炭45,000塊 那另外包括像不管是泰典 不管是高跡 我講這個 次次少少都是一層多 十幾%到接近兩層的 這個獲利我們先把它 其實因為這個訊號的一個產生 短多買點弧線 那我們先去執行這個獲利落袋的一個動作 把獲利錢放到口袋裡面去擷取 他的這一段拉回的這個價差 那我們就採一個叫 一樣快打短多的一個 短空的一個因應 快打部隊就達成這個叫做做獲利 賺10%的獲利目標 那為了說我們在昨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有特別開放一個活動就是說 我們有幫哥去鎖定 兩檔剛剛好 高檔做個起碟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那變成說我想這一路以來 不管說像GIS 泰典高跡 情緒公包像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送給各位的 這個3504 像這個陽明光的部分 我想在近期 你做卷空反向操作 你都依然創造出一個很不錯的獲利 那變成說你習慣做多 你不習慣去做卷空 你也不會空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那變成說我們在昨天就開放 針對這兩檔個股 賣點訊號做個產生 那我們去執行 你不會空 我們帶各位來採一個叫做 反向這個避險卷空的一個體驗 相對這兩檔高評 我想我們在昨天跟各位做強調 一檔高價位一檔中低價位 那高價這檔標的是200多塊一檔個股 那中低價位這檔標的 是一檔5-60塊的一檔標的 當然就是說 像你近兩檔高評 尤其說這檔高檔企業 這檔高價位這檔標的 我們是從昨天 昨天他剛好 碰到這個半年線的壓力 甚至說他已經指標形成 叫做頭背離 那甚至到今天 連這個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 都已經做產生 那我們在今天就是說 就是說從昨天 甚至說今天他是開高 今天早盤都是紅通通 早盤都有紅盤 開高收低 走低 開高走低 今天收盤 收盤是收到今天最低點 那今天一拉回 快接近20塊錢 你今天你來體驗我們健康這個活動 沾到這檔高評 今天紅盤做健康 到收盤 拉回快接近20塊錢 跌幅超過半根以上的一個停板的一檔標的 我想這檔高評 你到今天是現空 現霸賺 我們在昨天開放給各位20個名額 來體驗什麼樣叫做 眷空 獲利 速度又雄又猛 那當然的話這檔標的 日線的部分給他今天是開高 開最高 開高走低 收盤說今天一個最低點 那另外一檔就是說 剛那個是日線的部分 那我以這檔標的 他一樣形成一個 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做一個產生 短多賣出訊號做一個產生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標準符合 他就說高檔剛剛好做起跌 我想這個相對的都是處在高位置 那我們要帶各位去空的這些標的 都是符合 已經跌很深的這些標的 我們就是這個已經沒有太大的肉了 相對我們是針對這剛剛好高檔起跌 把人開始在轉賣 我想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後續一修正拉回 我想這個都是屬於一下波段 南下起跌 這種高評 我想都能夠累積一大段的一個波段獲利 那變成說我想我們在今天這個活動 就是說昨天我們有開放20個名額 那我們在今天特別在開放8個名額 這個名額有限 等於是我們一樣請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Light at 來做個直接登記 登記 那我們在針對這兩檔個股 尤其近兩檔高評 今天低價位這檔標的一樣開高走低 等於是全面性這兩檔標的 都是剛剛好做個起跌形態這種個股 那當然後續你要反敗為勝 你都依然可以來踩 就是說 波段的一個眷空的一個獲利 我想很容易就協助各位 以往套了一些虧損 能夠透過這兩檔個股的一個操作 能夠一次把各位板回來 來成功去做到一趟叫做反敗為勝 這兩檔高評 我們在今天紅盤你都空得到 相對於就是說 以這兩檔個股 今天正式形成一個叫起跌 多多要好起崩而已 我想這個後續都要很大空間 那變成我們在今天實際上 在開放8個名額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到我們這個Light at 來做個直接登記的一個報名 那除了這兩檔個股 我想就是說我們在從這個禮拜以來 尤其從上個禮拜 在空的這個相關標的 我們在剛剛跟各位做分享 不管GIS高計 請進行包廂這個泰庭 陸陸續獲利的後續 那針對我想我們 所以說透過這套這個 智慧型的一個操盤工具的一個協助 我想我們每天都跟各位做強調 好的工具能夠幫助各位 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個除了盤勢的掌握 每一個趨勢轉折 都能夠協助各位來做到 完全掌握以外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針對 這個精確的一個懸股 那這個懸股的部分不管是說 多頭個股 空頭個股 短線波端 我想這個全面性都可以透過這個軟體的一個 不同的功能線的一個呈現 來做到它完全的一個精確的一個掌握 所以我們講對方個股的部分 我想在目前我們盤勢走空 那當然的話 鎖定相關這些轉空的標的 尤其我們在前天跟各位分享 這個相關這些高檔 起碟這種形態這種各個 我想我們在Lite app 也都給各位做到這樣直接的分享 早上10點多的時候 我們就分享給各位 我想這句話 不管是說像昂寶的部分 昨天拉回超過半根停板 那延續到今天 今天昂寶還是這樣做到持續性的一個壓迫 繼續想 前天分享給各位 那雅德克的部分我想是前天分享給各位 昨天馬上送給各位一根跌停板 那今天小幅度反彈的一個上趴 我想這個跌勢都還沒止 這個它的一個空頭力道都還在走一個延續 那另外就是說針對2439的這個美率部分 我想這個一樣波段賣點做產生 接著這檔高評 我想我們在昨天節目都有特別跟各位做說明 甚至在Lite app也跟各位做說明 就是說針對美率這檔個股 我們在前天 其實我們就帶著我們會員朋友們 直接來做個券空 那券空我想在這個 早上這個9點多 9點48分的時候 我們就帶進做券空 那問題說 很多我們的會員朋友們的反映 就是說美率這檔個股 券商沒有券 沒有券 那沒有券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你要去用券券 我想我們就不建議 第一點是說 你不能做個流倉 來去做到比較長波段的一個操作 第一點是說 你無論如何去做個當從 那當從我們就不傾向 所以說針對美率這檔標題 我們在就是說 這個你空單沒有空單 那個實際上結果 我們就是說把這個空單去做取消 然後再轉換到這個 它的一檔 這子公司就4943的康控 我想以康控剛剛好是在前天 產生這個波段的一個賣出訊號 賣點一樣做弧線 那美率沒有空單 那我們就轉這個 這個康控的部分 我想這個我們相關的訊息 都我在我們這Light app 給各位做到直接分享 我們美率沒有辦法空 我們就空這個康控的部分 那以康控這檔標題 從它賣點在263塊半 兩百六十五百 賣點做產生 那我到昨天 昨天的康控 昨天是拉回20塊半 大跌個7.8% 正式做個起跌的壓回 昨天跌了20塊半 延續到今年這個康控一樣 實際上做個大跌 今天 到今天 時間今天 已經來到多少錢 來到225元 225元 今天盤中一樣也跌了超過20塊錢 那當然我想以這檔標題短短 前天是做卷空 昨天最多跌了20塊 半收盤是跌了17塊 延續到今天一樣實際上 盤中也是還剩20塊 我想這個短短從前天到今天 過了兩天而已 價差已經拉高到這個 30幾塊錢的一個獲利價差 我想這個 各位你覺得這樣子 速度快不快 尤其是台股的一個特性就是說 還漲幾跌 相關的個股要漲的速度很慢 跌的速度都是又凶又猛 所以說你在這個捐點 你只要尊重趨勢 你做到順勢而迴的一個操作 不管是說賣點需要做產生 你執行這個空的一個動作 不僅僅如果說你不習慣做 多做空也沒關係 你至少你手中用 有這種多單部位的投資朋友們 你最少你也要酸 你至少都可以來做這樣避開 那你跟著我們去做到同步券空 昨天跌了20塊 今天再跌20塊 我想爬了2天而已 這個拉回的弧度已經來到30幾塊 你扣一張你的獲利 已經來到3萬多塊錢的獲利 這是扣空的部分 那另外我想在上個禮拜 我們就說從上個禮拜一 禮拜五這個 短多的賣出信量產生 我們就說建議各位去做到出多 然後鎖定一些個股來做的券空 包括像從上個禮拜一 GI10賣點在182塊半 我想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就是9月11號前天 前天我們很清楚跟各位做強調 買點即將做個弧線 那當然請各位就窮扣墨追 不要再做追空 你可以來採一個叫獲利回補 那獲利回補當然的話 這一段的獲利價差45塊 45塊錢的獲利 空一張一個禮拜多一點點 價差已經來到45000塊錢 空一張就太四萬了 我想這個 就拉回的速度都非常非常快 那另外包括像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禮拜二 禮拜三 講對方很多投資朋友們 你習慣做都不會做空 那當然的話 我們就特別針對一些包括 包括透過這軟體的精挑細選 挑出來一些高檔 起跌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我們在禮拜二 禮拜三 也開幫各位來做直接的一個索取 你在做登記索取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服務任人 甚至我們都直接 帶各位去做一段執行這個卷空 不是說你資料拿一拿 個股拿一拿 你僅供參考 我想僅供參考 真的賺不到錢 所以說 我們服務任人直接帶各位去空了這兩兩個股 不管是說像350是陽明光 賣點在114塊錢 我想這個我們coachink也給各位看 怎麼樣在5號 上個禮拜 9月5號我們去做 健康的一個食物的一個操作 扣了184塊 到目前為止我想以 陽明光的部分 這個禮拜禮拜一 禮拜9月11號 9月11號打落到跌停 打落到跌停 昨天繼續跌 昨天是89塊1 昨天繼續做一個創高 創低 我想到今天 今天陽明光各位可以看一下 昨天來到87塊錢 到今天 今天剩下80塊9 今天又大箱 現在跌了個9%之多 所以我想相關這個股 陽明光短短 一個禮拜多一點點的時間 價差多少 30幾塊錢 30塊錢 快接近三層的一個獲利價差 我們空單 我們依然都是做到 續爆的一個動作 這樣下去 又凶又猛 我想這樣子實際上結果 也充分給各位去驗證 我想在股市的電視光 你做到順勢的一個操作 尤其是環漲 極點 極點你掌握住這個賣出訊號 賣點你掌握好 你做執行 炫空 獲利的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 一個禮拜 大概7個交易日 拉回三三 三個幾塊 另外包括 不管是說像高季 我們已經獲利回補 大概這個價差也都來到 這個17%的一個獲利價差 短短不到一個禮拜17% 信長化有12.5% 泰典也有12.4% 我想這個全面性我們都已經 執行這個獲利的出場 所以講講我們在這段期間 帶各位來採這個叫 要避險券空的一個操作 我想不管是說從GIS 泰典 這個像陽明光 行氣說包括 最近高季 我想這些個股 我們陸陸續續做貨利回補以後 等於是說包括像這個 像康康前天空 到今天已經創造30幾塊錢價差 那陽明光短短7天 7天 這個拉回價差33塊1 我們快接近三場的一個獲利價差 我們製作空單續報 那相對於 昨天我們開放給各位做一個 直接來體驗券空的這兩檔 一高一低這兩檔標的 今天一樣全面性現空現大賺 尤其這兩高價位個股 一拉回 快接近20塊錢 空一張就賺到兩萬 我想說今天全面性這兩檔標的 都是現空現大賺 那針對我們就是說 我們在昨天開放的這個 反敗為勝的這個 高檔企業個股的體驗這個活動 我們在今天特別 在開放8個名額 請各位無論如何掌握住 你只要透過 你只要說基本費用的一個 你只要繳交基本費用 那我們就直接 在明天實行針對這兩檔 高檔起跌 都要起崩 做快速拉回來這兩檔標的 我們直接帶各位來體驗 這個避險券空反向的一個操作 好 那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謝謝收看 明天見